Hello! 我是卡樂斯 一直有看我的Stamp影片 都知道我時不時會介紹3D打眼機的用法 但是有時候我會教大家 怎樣用其他工具或機器去生產 於是大家就會有個言論 什麼時間應該用3D打眼機 什麼時間不需要呢? 好! 今天卡樂斯就來跟你聊聊話題 作为一个设计科技科教师 我经常觉得每一样产品或者工具 存在在这个市场里面 一定有它的对象和用途 3D打眼机也不例外 所以自从它流行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用CAT软件 来设计产品 和用3D打眼机打眼出来 但当我们设计和制作的时候 要判断用什么手段来制作 真的要考虑很多方面 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教书用的笔记 这一份笔记 就是我在学校用在中二的设计与科技科 教同学如何设计和制作 有个人风格的木桶顶里面使用的 在当中我提及过 什么是设计与科技 设计就是一个计划或者策略 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而当你已经想到如何解决问题 而想象如何生产那件事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以下六个知识范围 而在制造部件方面 肯定主要就要考虑 物料和结构 和应运和制造两个知识范围 如果我讲之后 我要想一下 用什么材料来制作 那个结构的力度才够呢 而选择好材料之后 又要想一下 用什么working procedure 就是什么生产程序 去处理这一种材料 好 我们不妨来看看 制作和试验的程序究竟是怎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设计 和制作一件产品出来 首先要做一个prototype 就是所谓圆形 这里也写得很清楚 在投入量产之前 所制作的模型 就称为圆形 而圆形也有分为概念模型 和真实模型 概念模型的意思 就是用一些容易制作的材料 例如发泡胶 简单地做个外形出来 而真实模型 就是用一些好小小的材料 制作出外观和成品 完全一样 有完整功能的模型 如果你的产品不是大的 制作真实模型 真的用3D打印机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3D打印机 正正可以用你用CAT软件 画出来的数码模型 直接打印出来 精度就要视乎你的打印机有多好 一般的FDM打印机 因为限制于噴了直径至L0.4 所以精度也一般 如果你用SLP和DLP等等的打印机 效果就会好很多 但是无论如何 在工业生产的过程 我们是不会用3D打印机 因为它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第一 就是3D打印实在耗费太多的时间了 例如我曾经见过人用3D打印来生产鞋 说这些鞋很好穿 但是每一只鞋 就要用几天的时间才能打印出来 那又怎样用来量产 而第二个问题 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由于精度的问题 表面处理是未达标准的 鞋面的鞋狩狩狩狩 正正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打算 3D打印几天是万能的 有时间它会很好 但是有很多时间 我们都会采用另外一些方法 例如我们想打印一件 很大件很大件的东西 加入3D打印机 根本应付不了 好了 就算你拥有一部这么大型的打印机 你看看它的打印速度 蝸牛这么慢 如果要用它打印一件 一米乘一米乘一米乘一米的物件出来 你真的有没有那么好耐性 有譬如 现在学校要做舞台剧 又或者有同学要玩Course Play 你需要一把道具剑 当然你可以用卡洛斯 之前介绍的CR30 来打印一条长条状的剑 打印几天之后 你会发现 这把剑的硬度根本不够 其实制作一把道具剑 又要用3D打印机 用我们平常的木工技巧 再加以喷油和粉饰 出来的效果 一样美轮美碗 又好像在中一 我教同学做真空吸索的遥控船 我自己就用CNC 来加工代目 去制作个武具 但我出了影片之后 就有人留言 来质问我 为什么用3D打印呢 其实我自己之前 已经拍过表演解释过了 因为用3D打印 来打印这个武具 就算不打印实心 都要打三日三赢 而且在真空吸索的时候 它就受不了热力 好了 就算你转用ABS等等的打印材料 始终打印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哪个CNC快呢 所以反正我自己懂得机械 工具 木工等等的技巧 在以上的情况下 我怎么都不会用3D打印机 但是反过来说 有很多小件的部件 用3D打印机 确实方便很多 而精确度 都可以令到你满意的 就好像真空吸索模型船 里面的一些小部件 大家一起看一下 有看过真空吸索遥控船 2.0这集的朋友呢 应该就知道 这个船舵 我是用3D打印制作出来的 自然要设计它的形状出来 就要用到on shape 它画的时候 就甚至连这些精细遥控的位置 都可以做到塌塌塌的 但是试验过遥控的操作之后 我们将它放入水 效果就不如理想了 因为船船向后转弯就不错 但是向前的时候 即使船舵摆动很大的角度 船船的方向转动都不是很明显的 这个问题自然归咎于船舵的设计 幸好我们是用了CAT转件来设计 所以只需要回去CAT转件做一些改动 就可以彈指之间改良的设计 我现在就将船舵的最终设计 在on shape上的每一步都展示给大家看 第一步就是它画这个草图 草图上面有一个圆和有一支臂 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画这个草图的时候 旁边的两条直线和圆的碰合点 是一个切点 Tangent 要做到这个条件很简单 第一步就是按以上这个图线 然后按完再按直线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做一个擠出的动作 这条鼻子就变成立体了 下一步就在优势面上 它画另一个草图 而这幅草图正正就是船舵的形状 之前失败的船舵 是因为只有向后是锋利的 而且不够大块 而随着我不断修改 最后变成向前向后都是锋利的 同样利用这个面 又再做一个擠出的动作 但是请注意一下 今次的擠出动作 是利用了一个对称的功能 使得擠出的2mm 是分别在草图的两边 各自擠出1mm的厚度 之后就要将船舵来个反土 在这个位置做一个草图 这里就要很精确地 画出陀基摇杆的形状 如果画得不好 如果摇杆陷进去就会松开 所以绘画的时候 所有尺寸都应该用卡尺 正确地量度 可以见到两边的线 和上面的细缘 都是一个切线的位置 但是和下面的大线 就这样碰合 之后我们再做一个移除的擠出 这个形状就会下陷了 最后我们多建一个圆圈的草图 再做移除擠出 就有一个洞去上螺丝 而剩下的都是一些修饰的工作 就是把它有些 Fillet 圆角 和 Chamfer 堵角的位置 圆角和堵角不是单止为美观的 因为这块船舵 安装的船尾 是需要能够破水 才可以令到船转弯的 而这个长5mm 阔1mm的堵角 就正正可以令到船舵的边 有适当的锋利 最后为了令到单薄的船舵 不会那么容易断裂 所以在这个位置 再加上一个堵角 船舵的设计就大功告成了 之后当然要汇出成为 STL才可以进行打印 大家可以看看到现在为止 我们最新的设计 放在水里面的表现是怎样的 都很明显可以看到 无论向后或者向前 转向都非常灵活 可以在这么短时间修改设计 也正是使用CAT和3D打印的优势 大家可以看到 刺激鸡鸣制作这个船舵 和3D打印机真的非常适合 可以让我在很短时间内 做出几个不同的版本 假如你要我用激光切割化胶片出来 然后再慢慢用手工打磨 用的时间一定会多很多 除了有船舵 有些东西都不适合用手工做的 就像我手上这个Microbit 遥控器的盒子 原装Microbit 2.0的配套 就是跟着一个这样大小的电池盒 Microbit 2.0的样子和大小 和1.0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Microbit 1.0已经出了这么久了 所以要整个盒子来装住Microbit 和电池盒 不用自己画那么麻烦 我肯定去到Thingyer store找客 有很多可以选择 问题就是我找到这个 就发觉电池箱不够大 我想旧款的电池箱 应该是这个大小的 为了这样 我就必须要上ONSHIP 重新去设计各个盒子 但是不要那么蠢 由头设计 只设计电池箱就够了 而设计完电池箱 也不能立即打印出来 因为我们可以上去另外一个我曾经介绍过的 云端的工具 就是TingerCAD 它将Microbit的盒子和自己绘画的电池盒 做一个整合的工作 我曾经说过TingerCAD的精度就不准确的 而它的绘画工序和一个真正的CAD 也都是有分别 但要将一些现成的STL去做切割 它也是非常之好用的 所以我用它来修改一下原来下载的Microbit盒子 主要将它原来的电池箱切走 加一些支撑物 然后再同会进来的新的电池盒 去结合起来 然后才会出进行打印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全新Microbit盒子的设计了 好了 经过今天的详细的解释 相信一定能够解开大家 什么时候才会用3D弹机的迷思 而水能载舟、液能复舟 好好用CAD软件去配合3D弹机 确实令到我们设计科技的老师和学生 在这个时代更加得心应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